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千鋒弗摩莎正式台 我是神妙麗 318這一天大家相信不會忘記這個日子 這個日子挽救了台灣被馬英九以中共併吞的日子 沒有318這個日子 台灣現在可能至今區已經通過了 就是因為有318 台灣現在才能夠維持這樣的局面 天佑台灣啊 各位小姐各位朋友 現在我們一系列的318這些朋友們 都會到我們的台裡來 今天非常高興 第一位邀請的朋友就是Yoshi Yoshi我們就稱他為夭西 大家看到這個筆名呢 夭西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用妖怪的夭西變成夕叫夭西 我個人也是非常奇怪 今天呢他從台北來到了台中 接受我們的專訪 請他來暢談他的政治理念 相信我們從這位年輕人身上 可以看到台灣未來的希望 好 Yoshi 你好 你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你來到我們這邊 是謝謝 可以先跟各位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你的簡單一些資歷好不好 好 我先從夭西開始說明 好 謝謝 夭西其實是Yoshi的諧音 因為我的父親是日本人 其實我的日文名字 我的中文名字叫劉敬文 尊敬那個敬的日文就是念Yoshi 以前在網路上 因為我會跟別人打比戰 那就有一些不滿我意見的網友 就把我的名字寫去一個寫音叫夭西 喔 是寫音啦 是不滿你的人 對 是我的意識形態上的敵人 可是我自己因為這就是我的個性啦 我覺得意識形態上是一回事 那好用的呢 對的呢 所以你把它吸收了 對對對 我就是一個這樣的個性的人 是是是 是 那所以夭西是這樣子來的 是 有龍乃大啦 哈哈哈哈 那這個在318這種學生革命運動中 你這是帶 這裡面站了什麼樣的角色 呃 主要是要從去年開始談起啦 因為整個反服貿的運動 大概是從去年 大概是馬英九正式 跟中國簽訂了協議之後 是 因為在簽訂之前 是完全黑箱的一個狀態 對 那所以過程中我們要監督 甚至要提出批判 也都找不到明確 除了批他黑箱以外 找不到一個更具體的 是是是 沒有肉 那個論述肉出不來 所以說大家還是處於一個觀望的狀態 那到了7月之後 6月底簽了之後 到7月大家就醞釀一下之後 我們就先從一個晚會開始舉辦 所以那個是真式的一個反服貿運動的開始 但是那個時候還沒有什麼人 那個大家還對反服貿 對服貿這個東西還不了解 對 然後一方面社會運動圈 這個 其實從陳水平 明年長執政8年以來 整個社運圈的氣勢是非常低迷的 是是 那學運圈 學運這個東西更是進入到一個 就是沒有人機的狀態 是是 就大家也都 意義性社團倒得倒 或者是被邊緣化的邊緣化 就人數都很少 那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那當然經過了馬英九第一任 有一些起色 那我自己是從2008年野草莓學運 開始進入這個運動圈 喔野草莓的開始啊 對對 2008年底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其實博士班念到一半 我回台灣來 然後我就碰到這個學運 博士班你是在英國嗎 對我在英國 Tins College London 你主修是什麼 我主修Philosophy 我認哲學 哲學 是 喔你腦筋特別好喔 不敢不敢 那 所以是這樣的一個機緣 我就進到這個圈子裡面 然後也是認識了很多朋友 那後來是 因為我們學運也算是由己而終 但是總是一個開始 我也在那個運動裡面認識 包括林非凡 是是 包括陳薇廷 陳薇廷那時候還是一個小高中生 是是是 是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年紀比較大 我們念博士班 所以說就認識他 但他還是 他都在旁邊觀察我們這樣 那非凡是大學生 他是台南野草莓的一個對口 一個聯絡人這樣子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在那個學運裡面 就認識了 這個全台灣各地 都認識了一些夥伴 所以有一個基礎 有一個串聯的基礎 跟野草莓前之比 真的是一片沙漠 那之後開始慢慢有些雛形這樣 那我自己就在北部 跟一些朋友持續的做一些 青年的這個組織工作 我們成立了一些團體 然後就是也是經營了一些議題 這樣關注一些議題 這樣在做 那比較 後來是到了2012年 就反美天永斷運動 那個是規模比較大的 當然跟台南花還是不能比 可是算是當時一個很大一波的學生運動 而且是全國性的 也類似野草莓 它也是全國各地 都有各種組織 開始響應你 這樣 那內閣運動 主要就是我 陳維廷、林非凡 還有一些其他的朋友 我們一起 再做一個核心的小組 再推動 當時是這樣 那這也是我跟他們的整理 算是第一次更密集的合作 那一方面也是因為非凡 剛好從台南上來台北念書 然後就碰到了這個 當時蔡衍明要併購壹傳媒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發起一個這樣的運動 那就影響的幅度來看是算成功的 然後影響了很多很多的年輕人 然後也為整個太陽花奠定一個蠻紮實的基礎 那再來當然就是隔兩年 然後就是今年的太陽花 那我們從我剛剛提到 就是從去年開始 我們陸陸續續在開始關心服貌 開始反服貌 那非凡那個時候離開那個反媒體擁斷那邊 他成立了黑色島國青年 然後之後就交給魏洋 魏洋就帶了黑色島國青年 就一直關心這個議題 但是始終遇到一些瓶頸 就這個議題不像反媒體擁斷那麼好操作 因為反媒體擁斷那個時候 就是也是敗中天電視台之次 就是瘋狂的攻擊陳薇廷跟黃國昌 搞得全台灣的人都看到 所以大家都很生氣 可是服貌這一次馬英九的操作上比較細緻 他沒有犯錯 那沒有犯錯的情況下 很難找到一個突破點 去號召群眾展開一個大規模的抗爭 所以就這樣子一路過去半年來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進展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那一直到今年初 那個黑箱服貌聯盟的那個召集的賴中祥律師 又回頭來找我們 找反媒體擁斷的這批年輕人 包括我在內 想說我們再繼續談合作 因為他是想說我們在關心媒體改革嘛 那所以說反服貌 這個服貌議題裡面有廣告業這一塊 因為廣告業通常是主流媒體的一個 一個醫師父母 那一旦廣告業 廣告服務業如果說也被中國掌控的話 他等於可以透過控制廣告業 進而控制台灣的媒體 所以我們很擔心 那這個也是我們關心的領域的 這個議題的這個範圍 所以我們就再重新再進場 進場進入這個反服貌的運動裡面 就一直到 對一直到318這樣子 那在台灣這邊之前的時候 再回過頭來 從你博士班 從英國先回來的時候 這請教你 你從那邊回來的時候 你為什麼會再投入這種運動 因為你從英國回來 你看你從留學對不對 回來台灣 你一定要假陶螺 對 假陶螺 投入這個沒有收入的運動 這個 這個就是 其實很多人跟我 你內心是對台灣這塊領土 這塊土地是不是有一種熱愛 當然 應該這樣說 我是做一個知識分子 還是在學術界的時候 本來就是一個思想比較open 跟學哲學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 絕對是有關係 對 哪一方面的關係 其實你從一個哲學教育的過程中 你會學最基本的justice 然後freedom right 這些東西 human right這些東西 你會有一些很基本的認識 然後對於公平正義 社會的分配等等的 都會有比較哲學層次的了解 在這個意義下 你如果回來看台灣社會 你會發現台灣社會 其實是一個既不民主 又封建 又落後的地方 所以 任何一個我認為有良知的 或者說書真的有念到 骨子裡的年輕人 或者學者 他們基本上一定會有 對台灣社會一定會有非常多的批判跟不滿 會覺得台灣社會絕對可以更進步 台灣人 那我打差一下 既然談到這個部分的話 那我請教你 你念的是西方哲學對不對 是 那關於東方 你現在看到的說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fair也沒有justice 那這個來講 是不是關於東方這種 中華將綱的文化下 沒辦法產生這些 你的哲學方面 你怎麼看 有有有 其實我尤其這幾年 我其實自己在做的思辨工作 就是偏向這方面 就是倒不是 倒不是做像一般熟悉的是 偏向政策啊 法律的制定這個 因為我自己覺得說 真正的根本問題 還是在這些價值觀 生活方式 甚至語言的習慣 因為我自己其實是 因為我自己其實是念psychology 念心理學 跟認知科學出身 你是以前念過心理學 對對對 我是念心理學 所以我的哲學其實也是比較偏這方面 其實不是political philosophy 但是當然基本學科 我們一定會接觸 但是我的major 其實不是那一塊 但是我這一塊 其實我對語言的了解是比較多的 語言跟thinking 這個東西了解比較多 所以我會覺得說 台灣的 因為我們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人的一切的行為 跟他的thinking 跟他的思想 思考 是有一個直接的關聯 對 因為人怎麼想怎麼做 那我可以打菜嗎 是 這個中文 中文是這種 圖片式的思考 對 那跟英文邏輯式的思考 不一樣 跟左腦右腦呢 他思考也不一樣 對他的發展又不太一樣 沒錯 那這個以後請你有時間 來到我們身邊 再來闡述 沒有問題 那我們先回到318以後 是 那你們那麼勇敢的去闖入了立法院 公佔立法院 但是對於學哲學的時候 我相信你那種心中澎湃 可以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有 我其實記得很清楚 因為我那一天當天的晚會 他是擠南路上先辦了一個晚會 作為一個掩護 但是那晚會其實蠻慘的 搭了一個舞台 台下的聽眾不到一兩百人 福茂 在318前 最前的幾秒 還只有一兩百人 是 可是我們已經規劃好一個行動 就是要把立法院站下來 但我那時候是在場外 那我是親眼的看到說就是 魏婭他們衝進去 然後而且從裡面回報訊息 說成功的把議場occupied 成功的佔領 那我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高興 就是我進入運動圈 甚至我敢說 也許這一輩子都不會 除了結婚 生小孩之外 大概不會有比這個更高興的事情 因為 其實我們當時沒有想到會這麼順利 我們想說立法院再怎麼樣警備聲嚴 全世界的台灣人都沒有想到 對 我們沒有想到說 我們制定了這樣的一個計畫 一個進攻計畫 是這麼的順利 順利到說 事實上超乎我們原本的預期 像我自己當初的設定 是蔡定貴老師前門的那一塊 我們能夠翻過去 然後佔領下來 大概就這樣 前面廣場就可以了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 我提供一點政治壓力 然後完全沒有想到說 議場可以真的站下來 而且Defense成功的防禦主 然後進去以後就把整個站住了 對 其實不簡單 是 那我自己的角色是比較在外面 我不是衝進去第一批 因為第一批之後很快的 它就封閉住了 所以到了隔天甚至隔兩天 才能夠進出 大概是這樣的狀態 所以我主要是在場外 在場外 那第一天晚上印象最深的 就是我是在青島東路 我本來是在櫃南路 然後後來 後來那個佔領之後 我就趕快大家 所有的人都在臉書上 狂分享訊息 抠人來 因為接下來守住 結果後來大概到11點多的時候 青島東路那邊 大概聚集了500人 濟南路 剛剛只有200個人的觀眾的場 突然變2000人的場 群眾出現了 那那個時候 我就想說 因為青島東路必須要 因為青島東路最靠近議場 所以說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青島東路必須 議場那個門必須要 佔領 前面的廣場要佔領住 才能夠給議場施壓 就是不要讓警察去攻擊 因為他攻擊我們就衝這樣子 那 所以我就 在櫃南路的那個 那個演講台上 請這個民眾 在考量可能的法律後果 可能的人生安全後果 就可能會衝撞 的前提下 就是願意跟我一起走到青島東路的話 我們就一起過去 那結果我也沒有想到 因為 總想說台灣人 溫和 我不要講說什麼美種 就講溫和 我想說大概沒有幾個人跟我走 結果全部的人都跟我走了 本來兩千人的廠 又回到只剩下一兩百人 群眾就被我帶到青島東路 然後接下來 人數差不多之後 就開始有衝撞 所以就把那個鐵門 整個推開 然後就進到立法院區內 然後我們就把青島廣場 整個站下來 開始跟議場 有直接的連結 開始跟那邊的警察 開始發生一些推擊 是這樣 好 那其他的我們在新聞事件 也看了蠻多的 那現在請教你 在立法院這事情過後 這些學生團體很像又變成 事件過後 就分成好幾大的團體 對 其實坦白 簡單介紹一下 好 坦白說其實在事件前 學生團體本來就會依照議題 分不同的團體 是 比方說反媒體擁斷巨獸 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 就是管媒體改革 那是因為那個時候 反媒體擁斷運動 那黑島青主要就是 主打反服貿議題 那還有其他很多團體 那一天晚上是所有團體大集合 等於是這樣子 可是集合之後 某種程度的有一個 重新洗牌的作用 所以說太陽花結束之後 大概就是變成有五大的團體 五大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 林飛凡、陳維廷和黃國昌 他們弄了一個島國前進 他們成立一個島國前進 那另外一個當然是黑島青 黑島青其實在318前 已經接近潰散 因為反服貿打不下去 所以人都扣不到 整個組織已經急進潰散 但是318又在讓大家再凝聚 所以黑島青又再凝聚 那再來一個就是 還有一個是民主鬥陣 那民主鬥陣是以當時議場 因為議場是整個運動被視為是中心嘛 他議場現場分了很多組 有沒有什麼翻譯組、物資組等等 媒體組 那這些組的組長還有組員們 還有意外要繼續做公民運動的朋友 所組起來的一個團體 叫民主鬥陣 那再來就是我這邊 跟我們比較友好的一個是 台左維新 那台左維新主要 他們這邊的年輕人 是響應公投盟蔡定貴老師 因為蔡定貴老師 也因為318運動 變成一個全國知名人物 然後感動很多年輕人 因為大家才發現 原來他在那邊已經 已經做了幾千天了 不是幾百天 是上千天在那邊參風露宿 所以感動很多年輕人 所以他們也組了一個 有點像是蔡老師的青年軍 這樣的一個團體 那再來一個就是 我這邊的福爾摩莎會社 是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格局 所以有五個團體 是是是 好 各位鄉親哥朋友 我們聽了Yoshi-san 跟我們解釋的 從318然後到這邊 我們下一個呢 要請他介紹他的團體 叫做福爾摩莎會社 請他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他這個會社 然後他的打算 這個會社要花費 什麼樣的力量 在這個台灣這個會社裡面 對台灣的前途 就什麼樣決定性的作用 好我們馬上回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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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